哈囉大家好,我是Eddie 我是Deb 我們今天要聊的電影是《終點戰》 上禮拜不知道什麼原因 《終點戰》突然在Netflix的電影全時排行榜上面出現了 然後很巧的是我們前陣子才剛好講完了《終點戰》的導演安德魯尼克 所以我們就想說 可惡,一定要趁這個機會來講《終點戰》 來猜一下 沒錯,在後面可能就沒機會了 對,那我們之所以會想要來講《終點戰》 是因為我覺得《終點戰》其實是蠻典型的一種科幻作品 剛好我們就可以來跟大家聊聊科幻作品的一些元素 它的一個組成是什麼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準備開始 《終點戰》的一大看點就是它裡面的世界觀還有科幻點 相信這也是很多人喜歡這部電影的原因 在這之前為了避免造成誤會 我們來解釋一下什麼是科幻點還有世界觀好了 因為我們在聊科幻作品有時候超容易講到這兩個字 但我們一直都沒有解釋清楚我們對於這兩個字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那科幻點對我們來說其實就是一個新的發明或一個新的發現 世界觀是這個新發明和新的發現出現之後 未來世界變成了什麼樣子 舉例來說,侏羅紀公園它裡面的科幻點是 未來我們有復活恐龍的技術 這是一個新的發明,新的發現 但是它的世界觀是 復活恐龍之後,人們 建立了恐龍公園 然後從裡面獲利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一級玩家 都是史蒂芬、史比伯的 他也是蠻典型的科幻作品 一級玩家的科幻點是 未來我們開發了一款虛擬實境遊戲 但是它的世界觀是 大多數人都沉浸在這個遊戲的世界裡面 不願意去面對真實 大家可以感受出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嗎? 科幻點就是指一個發明 世界觀就是指這個發明它的延伸 它可以在這個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對,從食衣住行、娛樂、經濟、文化、社會、宗教 所有都可以,都是這個世界的世界觀 但是科幻故事它要做的就是聚焦 假設你今天要講社會議題 那你就聚焦在這個發明 帶來了社會上的哪些議題 像是終點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其實就是要講貧富不均的議題 但是它的科幻點是在未來 每個人一出生他手臂上就會有一個計時器 然後你在25歲的那一年 他就會開始倒數一年 喔... 對,跟二十五歲 你每看過這部電影一樣 不是,因為我很久以前才看的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它的背景設定的時候 我就說,喔,原來是25歲才開始 對,25歲才開始 它就開始倒數一年 那25歲之後呢,你就永遠都不會老 你還記得嗎? 每個人都長了25歲嘛 但是呢,它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科幻設定 這個時間是可以交易的 它可以轉移到別人身上 所以在未來,時間就變成一種貨幣 所以它的科幻點其實是你手臂上的這個 這是一個新發明新發現嘛 但它的世界觀是它是可以交易 然後造成這個時間變成了一種貨幣 而不再是那個金錢銀行出的那一種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多數人最感同身受的應該其實是 終點在裡面的世界觀 那這個世界觀呢,其實就是在影射我們現實生活中的 這個貧富不均的問題 其實這也很像是我們上次在講安德魯尼克的時候 他有說到說,他很喜歡透過科幻故事來去影射我們當代的社會嘛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說,那可能是離我們很遙遠的世界 但其實它裡面要講的議題都是我們現在發生的事情 舉例來說,終點在裡面有一個世界觀是 有人會為了獲得更多時間而生小孩 這其實牽扯到的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的階級富製 貧窮的人越來越貧窮,富有的人越來越富有嘛 那一部科幻作品裡面也不一定會只有一個世界觀 像是終點在裡面還有一個世界觀是 貧窮地區的人每天只有不到24小時的壽命 但是富裕地區的人卻擁有好幾百年的壽命 裡面還有一些像是專門管理時間的時間警察 還有專門搶劫時間的黑幫 我剛剛一直在想你剛剛所說的那個貧富差距 也就是對貧窮人來講 他每天只有不到24小時的生命 等於說他每天真的是要糊口飯吃 他如果今天沒有去獲得更多的時間 他真的會死在那邊 他把我們現實社會的血腥和殘酷具體化 更寫實,然後更加的讓他更加血腥 讓他更極端 因為其實在我們真實世界啊 你沒有錢你不一定會死 你只是可能會社會死 社會性死亡嘛 但是呢在這個故事裡面你沒有時間 你沒有錢你沒有那個貨幣 你真的會死 他沒有通龍的餘地 在這個故事裡面他是把窮跟死畫上等號 搜刮了那麼多人的錢之後你害死了很多人 這是很多人不願意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這個故事很成功的一個原因 但是呢這個是科幻的部分 科幻的部分除外的話就是有故事這個點 那故事也是很多人不喜歡這個電影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覺得說這個故事浪費了很好的題材 你有這樣覺得嗎 老實講因為真的很多年前了 我覺得我自己心裡覺得一個電影他故事好不好 我是取決於說我到底有沒有記得他哪一個場面 但是老實說我唯一記得的場面應該是有一個男人從橋上跳下去 因為他生命好像到盡頭了吧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好像把他生命都給了男主角 然後他就從這個橋上跳下去 我對這個畫面蠻深刻的 但老實說雖然很多人覺得故事不好 但我自己的看法是覺得我還算是喜歡 因為這個提到了你之前講到安德魯妮可講到的一個概念 就是默默的把這個價值埋藏到了你的心裡面 這部片遠看是一個動作片 動作片是很多人願意接受的一種片型 但是他在動作片的表面底下藏了很多的社會議題 對藏了很多議題 然後會讓你深省的概念啊價值在裡面 我覺得這是我喜歡這部終點戰的原因 所以即使很多可能說故事的人像你編劇 可能覺得這故事沒那麼好 但就我自己來看我會覺得有娛樂 然後又有內涵 你說到動作系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這要講到我們之前講的安德魯妮可那一集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那一集 我們放在這邊 那一集他就是裡面有講到一個點是說 安德魯妮可的第一部科幻電影叫千鈞一法 然後在上映當時沒有得到很多關注 後來醫生霍克就是千鈞一法的男主角 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他就覺得說 千鈞一法當時沒有造成這麼大的轟動 是因為呢大家預期他是一部動作片 但是他不是 對 終點戰其實和千鈞一法相反 他真的是一部動作片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千鈞一法做得那麼好 哦 對 尤其是他的故事 為什麼 結局 嗯 他的結局沒有安排好 怎麼說 主角一直不知道說 為什麼貧窮的人時間永遠都那麼少 然後為什麼我們的物資都一直在漲 跳橋的男子就跟他講說 難道你不知道嗎 這是因為有錢的人搜刮了你們的時間 他們才擁有那麼多時間啊 之所以要控制物價 是因為他必須得要控制死亡率 不能有那麼多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男主角在接收到有錢人給他的資訊之後 他就決心要成為一個異賊嘛 嗯 那他真的去到富裕的地區 然後搜刮了一大堆時間 然後在解決的時候 他有跟女主角說 他覺得 無論他偷了一百年 一千年的時間 一萬年的時間都不夠 他沒辦法打破這個制度 嗯 女主角就說 那我們該怎麼辦 那這時候是不是一個很適合 講一些神思熟慮的話 講一些什麼世界的道理 或者說你應該帶著一個哲學的議題 對 但是男主角回什麼 男主角回說 我們需要一百萬年 哦 你會說就是這個 這一段的對白 民視給很好可以發揮 但他卻搞砸了 對 然後他們就去搶了 女主角爸爸的一百萬年 他們就把這一百萬年拿去分給 所有貧窮的人 主角有一個追殺他的警察嘛 這個警察 他追殺到他的時候 男女主角剛好時間都快沒了 他們要趕快去拿那個時間 主角就告訴那個警察說 你現在攔住我也沒有什麼用啊 我時間已經快沒了 在行刑之前我就會死掉 然後這時候主角還跟那個警察說 你也是出生於平民區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我們都是平民區的人啊 然後那個警察就跟他說 我也是苦過來的之類類似的話 這時候是不是又是一個很適合講道理的話 講一些很深奧的像影翼殺手最後的那個片段的話 對帶出一個結局的感覺 對 然後你知道結局是什麼嗎 他掛了 對他沒有時間他就掛了 但是 我覺得這兩場戲是我看到 就是最可惜的兩場戲 明明就可以讓整部電影深度紮到最底 我覺得這好像是好萊塢客觀電影 很常發生一些事情 就是通常會丟出一個很好的問題 很好的世界觀 很好的價值觀 很好的科幻點 但是呢結局會變得很狗行 或者就是變成一個英雄打敗反派的故事 卻很少有電影可以好好地討論說 到底這個問題可以怎麼解決 或者這個問題 它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價值反思 通常如果連這一點都有做到的科幻電影 都會被可能INDB可能8分以上啊 或者是大家評價一定都會很好 像是國定殺戮日日嘛 然後說小人生 全民大平台 我都覺得這些的結尾有一點 對 可惜啦 像是曉得之下 像是諾蘭拍了那麼多科幻電影 為什麼大家評論都那麼好 我覺得結局就是 他算是有做好的一個 所以或者是Steven-Speed-Boer 這些科幻電影都是結局做的 讓人會審視 看完之後會有那種回甘 會讓你覺得 離開電影院的時候 還會一直在思考 那個劇情到底代表著什麼 好 那所以呢 今天就是我們透過終點站 來去介紹什麼科幻電影的組成 有哪些 就是有科幻點嘛 有世界觀 那這是科幻故事 還有奇幻故事啊 比較特別的一個設定 就平常劇情片啊 或是歷史片 可能比較沒有這樣的設定 最後其餘的就是故事 那我覺得這一部終點站 在故事上面做的不是很好 尤其是結尾的地方 但是其實他前期 可能因為有科幻點啊 還有世界觀的支撐 所以他前中段都做的還不錯 嗯 對但是故事就是 有點可惜 對可惜 那以上是關於今天的終點站 還有世界觀跟科幻點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的話 或者是如果你對於終點站 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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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